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大家好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的健康之路 和国家体育总局 联合推出的 全民健身日特别节目 本栏目由吉林敖冬 安神补脑叶独家冠名播出 在全民健身的热潮当中 很多朋友都在问 什么样的方法 即强身健体 又老少皆宜 如何运动 才能够让我们经络畅通 气血充盈又健康长寿呢 我们不妨呢 在有这千年历史的 中国传统养生功法当中 一起去找新答案 首先来认识一下 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 四位传统养生功法专家 太极行天下 刚柔运八方 强身健体八段紧 千年养生 长寿操 外访七行 内访七神 行神兼备 顺应时节变化 养生天人合一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 介绍的这条经络 有气血水中央银行之称 它就是肝经 那我们请来自于 北京中医药大学 东方医院的 傅国兵主任医师 来为大家介绍 这条重要经络 大家好 今天开场 我们先来做一个测试 测试我们身体 专门掌管 气血水液的银行 是不是有亏损 怎么测试呢 我们大家按一下 一个穴位 来 咱看一下图 就是我们的 齐门穴 大家压一压看看 您看看什么感觉 齐门穴在哪 我们乳头直下 第六类间隙 所以你这个地儿 你按压按压 看看什么感觉 实际在临床 我的病人 大约有百分之六十的病人 往往在这块 有点疼 这就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张管我们 气血水液的 肝精亏损了 这个穴位压痛 怎么就说明 我们肝精不通呢 因为它属于 肝精的一个穴位 是肝的出气筒 肝脏负责藏血 调节血液 在全身的输送运行 主导气机的升降出入 同时呢 它也管着水液的 输布和排泄 所以说我们肝精 是掌管人体 气血水液的银行 那肝精怎么迅行呢 它起于我们大胶子 向上沿着足背的内侧 上行到小腿的内侧 沿着大腿内侧 至小腹 向上通过我们的隔肌 分布我们的鞋类部 同时呢 肝精也有几个 重要的保健穴位 来 我们来认识一下 第一个穴 就是刚才我们 试验的穴位 奇门 奇门穴呢 在肝精上呢 是我们在临床上治病 非常常用的一个穴位 实际上是我们 精气疏注的地方 当我们身体中 有一些问题了 脏气有些问题了 往往就在这块 有所反应 奇门呢 就是我们肝的门户 具有什么呢 疏肝泄活 理气解余之功 所以当我们生活中 遇到了非常生气 或者郁闷 哎呀 心情不舒服 你不妨刺激刺激 哎 您给吕顺吕顺 齐门 让我们消消气 下面再介绍 两个穴 这是一组 太冲 行肩 都在脚上 他俩很近 太冲到行肩的推岸 实际上你推一推就行了 干嘛呢 就是能够激发 我们肝精的精气 起到放松的作用 实际上呢 老百姓也愿意叫太冲 叫出七通 实际速问 林兰密典论说 甘者将军之官 牟虑出烟 甘葬在武藏中 就像什么呢 像国家的将军一样 随时调度 蓄势待发的千军万马 主导气机的升降出入 甘气行 则武藏之气随之而行 如果甘气不行 我们武藏六腑之气 也不顺畅 我们知道 气能行血 如果气不通 血也没办法去长通 另外甘葬还管住 我们的水液的输布与排泄 水液也需要随着气机流通 气机畅通无足 水势就能正常排出体外 所以维持肝脏 正常输泄功能 是非常必要的 大家想想 肝精如此重要 我们能要掌管着人体 气血水液流通的 中央银行出事吗 不能啊 感谢傅老师的介绍 所以你想每天都 开开心心逍遥自在吗 那我们就得好好地 来疏通肝筋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 戴金刚老师呢 为我们推荐 二十四节气操当中的 一个动作 来疏通肝筋 戴老师您推荐什么动作呢 我推荐的是 二十四节气操的 清明开弓射箭式 二十四节气操当中的 三十五节气操当中的 一切气操当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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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戴老师做的是 清明开弓射箭式 对 这个怎么就能够达到 拉伸肝筋的目的呢 其实这个动作 拉伸肝筋是两个方面 我们人体呢 一个是纵向的 一个就是横向的 那我们这个动作 当我们两臂向上举的时候 手往上伸 纵向的拉伸 然后左右开弓的时候呢 又是一个横向的拉伸 那么分别地来说一下 因为肝筋呢 寻形在人体 在血泪部位呢 是在两侧 那么血泪部位呢 也是我们的肝筋 特别容易受到一些 淤滞的地方 所以说 我们这个动作 起势的时候 就是两臂向左右 侧伸 然后这血泪呢 已经开始打开了 对 然后再往上走的时候呢 这个手往上拉 然后从腋下 一直拉到鞋内这个部位 所以对肝筋的刺激 是非常明显的 那么肝脏呢 它在五行当中 属木 是主生发 然后肝主疏泻 这样的一种特征 所以我们在做 这个动作的时候 我们也想象自己 就像一棵大树一样 茁壮地成长 上边呢 要往上 尽量地往上伸 脚呢 两脚打开 尽量地往下扎 这个 就是树根一样 像树根一样 稳稳的 对 下边要稳 上边呢 要伸展 上下的对拔拉伸 这是这个动作呢 纵向的 就是对肝筋起到的 这种前拉的作用 横向呢 横向的呢 横向呢 就是指的 我们在做 开弓射箭的时候 那在做 开弓射箭的时候 你看我们的 整个动作呢 几个特点 第一呢 斩肩 扩胸 那斩肩扩胸的话呢 就是起到 开胸顺气的作用 同时呢 调节我们的 肝脏和肺脏 你呼吸呢 就自然地就顺畅了 因为平时 我们经常是含胸 然后在这儿 打着电脑啊 或者看着手机啊 这个头也是低着的 所以我们斩肩扩胸的时候呢 对舒展肝筋 舒解肝气 非常有帮助 那为了增加这种 开胸的作用 我们手呢 还要做成一个 立掌的姿势 掌根用力 手指往回勾 然后这个 这个前拉的作用呢 就更加明显了 另外一个手呢 是胡掌 往后拉 就像这个 开弓射箭一样 然后把胸箱打开 把肝气呢 舒解开 所以对于一些人啊 平时就是经常有一些 闷闷不乐啊 不开心啊 包括在临床上 有一些这个 更年期的一些朋友 或者是呢 平时呢 就是有点事就容易 想不开的朋友 我除了给他开一些中药 帮助他舒肝里气以外 一定要把这个动作呢 交给他 让他去练习 而且刚才您提到 这个是叫 清明开工舍间式 对 春天的时候 是最适宜养肝的嘛 虽然是不是到了清明时节 练习这个动作 能够更好地 舒肝里气 嚼打肝筋 对对对 这正是我们这一套 工法的最重要的特点 所在 那么二十四节气 养生操 那古代呢 又称为二十四节气 中医导引养生法 那么二十四节气呢 是我们中国文化当中 非常有特色的 这么一套文化的 这样的一套传承 在清明这个节气的时候 天气清洁而明静 故为之清明 这个时候呢 特别适合呢 我们远足踏青 出去春游的这个时节 其实也是为了 调理身心嘛 也是为了调理身心 所以说练习 清明的这种 开工射箭式 首先呢 是对应到我们春天 这种干气的生发 清明时节的 这种气温的上升 我们人体的洋气 要生发起来 所以更加要 调畅我们的肝精 那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有哪些要点呢 您跟大家强调一下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 本栏目由吉林敖冬 安神补脑叶 独家冠名播出 那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有哪些要点呢 您跟大家强调一下 第一呢 是两臂侧起 远端伸展 那么我们这个动作呢 两臂侧起 左脚就打开了 打开了以后 远端伸展 远端对于我们手臂来说 远端呢 就是这个 十个指尖 十个指尖的最远端呢 就是我们中指指尖 中指指尖要尽量往远伸 为了加大这个练习的效果 我们把五指呢 张开一点 您也可以试着体会一下 我们如果说五指并笼的话 这种伸也十进伸 跟我们五指张开 那个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张开之后特别像树枝 就是四面八方呢 在调畅我们的情绪 把我们所有的负能量 向四面八方散出去了 散出去 对 这刚是两臂抬平 然后接着往上走 真的就是顺着我们的天边 往上 往上行 然后一直都是拉着的 拉着的向上 一直呢两手腕交叉 这个时候呢 这个右手往左前方伸展 左手呢往右前右上方伸展 抬头 这是一个最大幅度的一个上下的拉伸 那第二个要点呢 就是我们两臂外开 视如开弓 就是我们这个动作核心的地方 就是在这儿呢 叫开弓射箭式嘛 真正的在做开弓射箭的时候 我们那个弓它是很有弹性 很有力量的 对 我们这个动作呢 虽然说没有真正的拉弓 但是呢要找拉弓的感觉 那真的是要很用力的 很用力的 然后为了找到这种感觉 我们这个动作呢是要求 比如说往左开弓射箭的时候 右肘的肘肩和左手的掌根 这两个点对拔拉伸 就是两臂外开的时候 视如开弓 对拔 掌根和肘肩对拔 体会一下 就是整个的是要往后展的力量 这个胳膊呢是在一条线上 对 肘肩呢和掌根呢是起到一种对拔 然后这个点 手指往回勾 这个拉伸感就更强烈了 就是我们之前也给大家强调的 就是导引它是通过屈身 来控制我们身体内的一些气血的运行 我们这边是弯曲的 气血相对过来的少 这边是打直的 气血就过来的多 这是专门要先通一边 然后再通另一边 平常做节目很少会面部出汗 这两个动作做下来 我感觉到我已经额头微微深汗了 太有效果了 那接下来呢第三个要点是什么呢 第三个要点呢是它的细节 叫指描太极分晶炼脉 就是我们这个手 在开弓射箭的时候呢 右手是胡倒进 五指张开然后抓扣 左手呢是立掌 然后手指往回勾 然后呢再往下走的时候呢 是左手从小指开始 一节一节地打直伸直 然后右手呢也是从小指开始 一节一节地伸开 然后再保持这种撑拉感 哦 等同于实际上分解出了两个动作 对 一个是反着的 然后胡爪 但是第二个动作呢 咱们得慢慢把它转回来之后啊 再伸直了 伸直 哦 对 指描太极分晶炼脉 因为我们主题就是要趁经落 然后呢要通过趁经落呢 达到我们的身心的健康 那么我们手指呢也是一节一节地往远伸 从小指开始 一节一节地往远伸 哦 这是古人所说的分晶炼脉的方法 也是二十四节气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二十四节气的这个养生的这个方法呢 按时行功 这是指的它和节气的这种关系 分晶治病 就是一条晶一条晶的炼 嗯 那么按时行功 分晶治病 人静合一 天人相应 哇 好神妙的境界呀 好 谢谢戴老师 谢谢 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卢春老师呢 教给大家太极拳当中的一个招式 来调理肝筋 卢老师您推荐什么动作呢 我推荐的是太极拳里边的云手 我推荐的是太极拳 是50老师 小公路 找伤药 雮子 常常天人 都在我们的未来 了 这边 有没有 而是 我们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在手在仰起来的同时 其实这个腋下就打开了 这时候侧面 它就使这个淤质的淤气 它有这个疏解 疏散的作用 同时 我们这个胸 它有一个轻微的 刺激和打开的这个动作 陈师才一全力 它有马步的单云手 两个脚对马步 对 它做这个匀手的运动 你看 它有一个旋转 往左一拉呢 这个腿的内侧呢 它就有一个牵拉的作用 往右一拉呢 你看 对左侧的腿 又一个干净 有一个牵拉的作用 同时呢 我们在这样做圆的运动 对 做圆运的同时呢 它对这个肋鞋 这个右侧肋鞋 也有一个牵拉和疏倒的作用 我们在练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自己的心呢 要开 然后自己的这个 这个郁闷呢 它慢慢慢慢就疏散了 肝呢 主要是怕郁闷 不疏散 而且爱生气 就把这些 自己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预解啊 还有疙瘩啊 它练当中就给忘掉了 解开了 以前我好像看到 很多这个门派 在练基本功的时候 似乎都有这个动作 这是不是都叫匀手啊 它各门各派都不一样 各门各派都有各自己的 自己的特色 你比如说 吴氏和杨氏的匀手 它是 它是手朝礼 你看我们看你一个 有一个无图男的一个雕像 它手是朝礼的 对 而且这手掌呢 是放松的 不一样的 那这个杨氏也是这样 眼睛随着这个手走 我们现在练的这个 是陈氏心意 会员太一拳 这个太一拳呢 它就是延续了 陈氏的这个 这个旋转 螺旋 对 它在螺旋的同时呢 转腰 转胯 松肩 各家都有这个云首 那云首呢 非常有特色 也称是母式太极拳 什么意思 就太一拳的母式 因为它各家都有嘛 而且呢 非常经典 而且一说云首呢 都知道 这是太一拳里边了 练这个太一拳里边 一个云首 就可以 又实用 又可以防身 又可以这个 调节我们的身体 可以调节肝精 我有很多学员也是 刚一来的时候呢 就是自己介绍自己 就是爱生气 有的是比较这个郁闷 那在练这个太一拳当中呢 我们就着重地 让它练这个 太极的这个云首 长期地练这个云首呢 它慢慢脾气也好了 然后郁闷呢 也就解开了 那我们为了做好云首 能够更好地调理肝精 关键需要做到那几点呢 我们在做云首运动的时候呢 关键是手脚的运动 手脚运动呢 我们说过 太一拳就一个字 就是合 就是手脚呢 要合 手和脚合 不能分开 你看 这个手和腿和脚 还要有一个旋转的这个合 不能说 我们手做的时候 身体倒 手没倒 身体倒了 其实是在旋转当中呢 它找一个中 找一个中和 同时呢 插步的时候呢 它也是同时到 叫手到脚到 所有武术 还有太极拳 都是讲的 手脚合 手到脚到 说手到脚不到 那就是传授不到 第二呢 上下相随 我们往左走的时候呢 你看 以腰带肘 带臂 向右走的时候 也是用腰胯来带 以腰为肘 对 以腰为肘 以脚呢 传导 这感觉找着了 传导到腰 臂 手 同时呢 因为太极拳的运动呢 它是内在的运动 是气的运动 同时呢 去感觉我们 云这个球 这个手的感觉 和身上的感觉 还有丹田的感觉 还有我们 主要是肝筋的 这种疏导 你肝筋呢 它练到一定程度以后呢 它会有发热 气血流动的感觉 我现在慢慢摸索到 一点点门道了 慢慢找到 以腰发力 以腰为肘 用腰来带动腿 再带动胳膊 对 然后突然间发现 整个这个气血 就流动起来了 特别的顺畅 对 其实这种的练法 它就是修心 养性 养我们的这种心性 然后调节 我们这肝筋 心筋 脾筋 肾筋 虽然跟着您 短短地练了两三分钟 我就能够体会到 这种境界了 谢谢卢老师 卢老师教得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接下来我们请杨玉冰老师呢 为我们推荐 八段锦当中的一个动作 来调理肝筋 杨老师 您推荐什么动作呢 八段锦的 穿拳怒目 增气力 杨老师这个动作 怎么就能够调理我们的肝筋呢 那么第一呢 就是中医学理人认为呢 第一说把肝比喻为将军之官 那么这个将军之官呢 有时候我们都知道 大将军在古代的时候 都是武将出身 那么是一种力量的象征 那所以说就是 这个就是肝呢 就是它主力量 所以说并且从中医里面 它讲到呢 你们我们肝主怒 主金 开窍于目 所以说我们这里面 那个眼睛 灯大了 那么它跟肝有什么关系 那么我们传统的中医理人里面 比如说我们的整个的筋 就有个天筋 还有个地筋 就是天筋开于目 地筋藏于脚 所以说我们睁大眼睛以后呢 是开我们的天筋 所以说就是跟我们的肝 就简密连在一起了 弄目呢 其实就得开我们的天筋 那么整个天筋一开以后呢 把我们整个身体的筋脉 都激活了 那手上和脚上的动作 也在调理干净吗 那么我们手上的动作呢 一个叫冲拳 一个叫钻拳 那么冲拳在讲这个之前呢 要讲一个手形 叫握固 握固这个手形呢 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手形 那我们大拇指 点按在无名指的指根这个位置 然后四指握拢 那么这个动作呢 叫握固 那么是道家里面 我们说养生的一个基本的手形 那么它具有安怀 顾破的这么一个作用 收拾我们的精气 这是我们握固的这个手形 所以手势也是在调理干净 也是在调理干净 那么冲拳的过程当中呢 同时我们是牵了 到我们两个肋侧 我们两个肋侧呢 在中语里面叫两斜属肝 所以这一侧 这两侧都属于肝 那么所以说我们在冲拳的过程当中 那么同时 第一是拆拉两斜 那么同时呢 也拆拉了整个的 我们手臂的这种肩脉 另外呢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动作里面呢 还有一个马步 还有五指抓地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说只是冲拳的话 那么这是可能锻炼上肢的 这种我们的力量 那么接下来 我们那个马步一扎 扎下去以后 我们就脚内侧用键 往下扎下去 同时呢 我们还有五指抓地 五指抓地的时候 我们这时候也有意识地 肝筋里面的 我们说大端穴 在我们大脚趾 那么这时候也容易 特别激活我们的整个肝筋 所以说就是说 我们要马步 五指抓地 加上我们的手部的动作 瞪目 那么整体上 都是在激活我们的肝筋 那咱们把动作分解一下 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 应该掌握哪几个要点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 那咱们把动作分解一下 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 应该掌握哪几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呢 就是我们叫握顾 首先是两手握顾 然后接着是缓缓冲拳 缓缓出拳 为什么要慢慢出 我们打人都是 一下子很用力的 突然间有一个猛冲力 才有力量 为什么咱们这会儿 还得缓缓出拳 这也没劲了呀 因为你这说到这里了 因为我们武术里面 我们的训言里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叫冥键 像刚才你说 冲出来这个冥键 就冥着打出去的 那么第二个叫按键 按键就是按按的 用意念来把这个键吹出去 这叫按键 所以说咱们八段键 这个穿圈弄木增漆的 这个冲拳 缓缓用劲 就是一个用按键 用意念 然后同时 关注它 那么这时候我们 整个的离开这个肘 离开这个泪后 要按刺较劲 对 是这样 第二个要点呢 就是马步下蹲 扎地的时候 一定是脚内采用键 斜向下插下去 这时候感觉会特别稳 那么但是呢 我们上体呢 要保持正直 可能呢 这时候如果说 你端得比较低了 上体就很难保持正直了 因为功力不够 那么所以说这时候呢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一定要保持上体的正直 就根据你的功力的大小 来决定 好 两个手握拳 物质抓地 马步下蹲 我们说穿拳弄木 有两个部分 本身是蹲木的 第一个部分 是冲拳的时候 我们往下冲拳 这时候拳往上冲的时候 这时候眼睛又瞪起来了 瞪 瞪 瞪 这时候缓缓用力 好 这时候我们松开的时候 眼睛就放松了 那么这时候也是放松 那么接下来 我们这个弦弯的时候 开始用劲 这时候眼睛又瞪起来 抓握 缓缓收回 慢慢眼睛放松 所以里边的脚就非常多 实际上是一直在使着内力 尤其是我们的眼神 配合上就可以更好地 来调理干净了 对 是这样的 好 辛苦了杨老师 谢谢您 那接下来呢 我们有请崔永胜老师 教大家舞琴戏当中的一个动作 来调理干净 您会推荐哪个动作呢 崔老师 我推荐的是舞琴戏 舞系中的虎扑 使用冲箱的蜜肉 第一次 是舞台 有一枝 我们有折腾的 我就觉得 黄青帆 崔老师刚刚看您做 真的是虎视眈眈 虎虎声威 再加上一声虎啸 你就真的变成一只大老虎了 这本身就是模仿老虎的形态 和模仿老虎的这种意境来做的 所以具有虎的这种威猛的气势 这老虎呢 大家知道是百兽之王 它非常的威猛 而且两个眼睛要虎视眈眈 怒目而视 眼睛要深发于眼 这个爪要威猛有力 所以说有一句话叫做 动如雷霆无独挡 静如泰山不可摇 要有这种气势 那我们跟猛虎学习的是 它的什么呢 是它铺石的那一刻的凶猛呢 还是它静窝似尽而动的 那一份安静呢 在虎铺这个动论 还是要从两个方面来说 一个是从肢体上来说 要学习它老虎从山上下来之后 抓捕猎物的这种动作的模拟 第二个 五行戏的锻炼啊 一定要创造一个情景 我们叫创色意境 这个意境是什么呢 要把老虎那种威猛的气势 眼睛虎视眈眈 威猛有视的那个动作 融入其中 还是从形 神 两个角度来模仿老虎的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的设计的过程中呢 是重视了它的一个情质 大家知道 肝是煮书屑的 对 肝开窍于目 那么性喜调打 而在做这个动作的过程中呢 要充分地把那种老虎的弄气 通过眼睛 通过神色 要释放出来 大家知道 情 人的情质 既可以去治病 导致疾病 情也可以治病 就是调病 让一个疾病呢 再转好 那么老虎的这种 不弄而微的状态 恰恰是利用了它 这种情质 使我们的弄气 微微地发出来 弄而不欲 把人的情质 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调节 那么 虎吸在做的过程中呢 特别注重基柱的这种 一个屈身的波浪式的运动 你看 要从下到上 一节一节的基柱 做一个伸展 折叠 波浪式的运动 为什么要这么多呢 因为肝是煮筋的 我们一身的筋骨 全类于肝血的 这种这样 而我们在波浪式运动的过程中 就能很好的 称筋 拔骨 所以说做这个动作的过程中 一定要注意动作要慢 第二个 在关键的时候要停下来 刚才您在做的时候 我特别注意到 有一个手往前 扑抓的动作 来模拟虎扑石 好像对两侧也有一定的称拉 这就是干净寻形的部位了 是的 一个是做这个动作的过程中 两个手要从体侧提拉上来 大家知道 两侧是胆经 肝与胆相标理 另外两个手到了两斜的过程中 要有一个轻轻的磨运的过程 而两斜属肝 这样具肝胆有过很好的作用 还有一个动作 往外扑的时候 脚趾要上翘 尤其大脚趾要翘起来 那么大脚趾内侧是肝筋的起始点 这样对肝胆之精 都有一个非常好的调节作用 这都是翘门 大脚趾还要翘起来 对 这个细节之处 才能把这个经络调起来 经络调起来 其实刚刚您在讲的过程当中 已经给我们透露了很多的动作要领了 那您帮我们总结一下 做这个动作 特别要做到哪几点 第一个要点 就是要逐节蠕动 长饮腰脊 什么意思呢 刚才也说了 我们从下往上的过程中 要从脚到膝到胯 到整个的肌柱的每一个季节 都要做一个折叠 趋心波浪式的运动 这个劲儿呢 不仅要到肌柱坐上去 而且要肩肘手 一直到爪 一个关节 一个关节的向上撑拉 为什么要这么多呢 大家的筋是在两个关节 连接两个关节的很关键的位置 那么在做这个动作的过程中 我们从脚下一节一节的向上 就把筋骨从下一节的拉伸起来 而且这个动作比较缓慢 尤其向长饮腰 要停在这儿 拉伸 把我们的屁股向后引 手向前伸 把肌柱一节一节拉开的过程中 要保持一个定势 稍微定静秒 真正拉的是筋骨 所以动作一定要缓慢 而且在一些定点的地方 一定要停住 特别是长饮腰这个动作 要停住 这样才有助于筋骨的拉伸 这是第一个要点 第二个要点呢 就是要虎视眈眈 刚柔相近 为什么要虎视眈眈呢 刚才讲了 虎是非常威猛的 情可治病 亦可治病 那么我们要创设一个老虎 威猛的情景 把我们的情绪输卸出来 靠的是什么 很大程度是靠我们的眼睛 弄目而是弄而不遇 这样把我们的情绪给输卸出来 这是一个 第二个抓捕食物的时候 老虎抓捕食物 是有寿终之王的气势 要从上往下 一个威猛的气势 泰山压顶 这时候要气势凌人 所以做这个动作的过程中呢 要先揉后缸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要配合一个深呼吸 出来的时候一定要 呼吸要出来 呼吸的同时 要把气成丹田 这个气呢 是从丹田发出来的 以气推力 通过一节一节的 节节贯穿的贯于手指 以气推力 以力到指 这时候抓捕猎物 就形成了一个 整体的撑拉筋骨 肝肚酥泻的这种功能 就很好地体现出来了 我发现今天您的眼睛 比其他气都大都远 可能也正是模仿 毛虎虎视眈眈的状态 虎视眈眈要练虎系的 这种威猛的气势 神发一惊 一定通过你的眼睛出来 行神合一 行神合一 另外中医里说了 五脏六腑之精华 皆上足一目 所以人的这种精神的状况 要通过眼睛来表现出来 五勤系尤其仿生相形 更要通过眼睛 这种来表达 每一个动物的特性 特别感谢崔老师 相信大家练完之后 也会有这样的感受 经络畅通 浮寿掌 气血充盈 身心宁 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 期待您继续和我们练习 中国传统的养生功法 来练通经络 感谢我们四位专家 今天给大家的介绍 也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再见